赠君茉莉,远君茉莉,茉莉花叫成来了,准备好材料一起来制作吧 这样一支是油花苞,茉莉花,小叶子,大叶子组成,先做花苞,再扭棒开头3厘米往回折 回折的水滴状于2厘米左右拧两圈,用相同的方法,再回折下一个 捏扁一点,不要有太大的空隙,一共拧四片 将剩余的扭棒遮下去,花瓣往上弯折 捏住顶端合拢,花包就做好了,一共做两个白色一个绿色 接下来做茉莉,在2厘米处弯折,约1厘米处拧两圈固定,一共拧三个 再拧三个1.5厘米左右的,分别在两片花瓣之间 尾部的扭棒立起来,两层花瓣拧好后做第三层花瓣,取三根扭棒对半剪开 取其中一根对折,约1.5厘米尾部交错 旋转一圈固定,扭棒折下来,右边这根由下往上从中间穿出 另外一根尾部合在一起,拧两圈固定,一朵茉莉做五片大花瓣 再用剪刀将花瓣顶部修剪,每一片花瓣顶端都要修剪 还有大花瓣也要修剪 尾部剪掉一根小尾巴,大花瓣留两片有小尾巴的 另外三片不留尾巴,用一根扭棒做小叶子,和大花瓣做法相同 约3厘米尾部交错 两根尾巴合在一起固定,留一根小尾巴 往后窝出叶子幅度,一共做两片小叶子,然后做大叶子 一根扭棒对折两次,取一根新的扭棒从中间穿出,交错拧紧 将扭棒捋顺 尾部捏紧,取一根扭棒缠绕几圈固定 剪掉多余的部分,不出叶子幅度 大叶子就做好了,取三根绿色扭棒,将上面的绒毛都剪掉 三根合在一起对半剪开,再次合并,对半剪 共剪三次,放在一边备用,用食指抵住花瓣底部,将花瓣立起来 这一步整理花瓣形状 第二层花瓣也要立起来 大花瓣将中间往下按就可以了 绿色扭棒5毫米回折,剪下来做花心 用打火机将胶棒融化,涂抹在花瓣根部,依次加上大花瓣 使用热绒胶时注意安全小心烫手 花心根部也涂上胶加在花瓣中间,一根绿色扭棒剪成四等份 取一根短扭棒加粗花杆,绿意胶带使用时拉伸一下,会自带粘性 在花朵下方1.5厘米左右加上修剪好的扭棒,需要加5根 尽量分布均匀,多缠绕两圈加固 将扭棒折出花瓣形状 在花瓣下方1厘米处加上小叶子一起缠绕 尾部留5厘米左右剪掉多余的扭棒 一共做两朵茉莉,花苞同茉莉一样加粗花杆并加上花瓣 根部预留5厘米多余的剪掉,换个形状整理出来 接下来组装 在花苞下方加上花杆,用胶带缠绕 有一段尖锯后加上茉莉,继续缠绕 左侧加上花苞 再加上另一朵茉莉 加上花苞 最后加上大叶子 将整个花杆缠完 微调一下花朵位置 也可以将花帮颜色缠掉一下,更有层次感 快给你爱的人做一束茉莉吧 再加上茉莉莉